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段子,说经济学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,看现在的世界,像法经济学,制度经济学,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赛勒先生的行为经济学,都是跨学科的产物。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经济学不是一个行而上学的一个学科,而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学科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留心如何去用经济学的方法,解释生活中的现象。 只有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融入到经济学之中,才有可能通过日常生活提升自己的经济学素养。 说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呢,一是要多读财经类的新闻报道,经济学一直都是一门结合实际的科学,我一直都不主张躲在象牙塔中研究经济学。 所以一定要关注实际生活中的经济走势,比如每天读一些财经媒体,将重点的经济数据事件和分析迹象,在记录的同时也写上自己的批注,从而进行全方位的学习。 学习 感谢观看